Ayo 聊世紀 天天的烏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伯伯仁對上印度斯坦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8點鐘方向的HART 選擇的文明是伯伯仁 伯伯仁的特色是聰明的移動速度特別快速 封建時代開始就有10%移動速度加成 伯伯仁他的馬舟單位也是非常便宜的 城堡時代有8折,帝王時代則是有9折的優惠 到了帝王時代還可以打駱駝公兵 駱駝公兵是同等於蒙古突起的存在 非常難纏 而且打馬功有外增傷 伯伯仁後期大部分還是搭配騎士 配駱駝公兵作為主力的部隊 後期可以考慮走火槍還有火炮 也可以多可以正常使用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印度斯坦這個文明 印度斯坦這個文明是Viper所選的文明 印度斯坦人他的黃金兵都是特別厲害的 古拉木可以打弓兵 帝王駱駝可以打騎兵 火槍兵可以打步兵 而且火槍兵還有印度火痛 可以讓他的火槍加2點射程 變成印度狙擊手 非常的遠 印度人他的關鍵兵種都是需要黃金的關係 所以他有一個銀罐叫做大幹道 可以增加所有的黃金收入增加10% 包括這個聖物都可以獲得這個能力 所以印度斯坦人呢 是非常需要用黃金兵去做打擊敵人的動作 後期可以轉出大落馬 進行騷擾或是走馬攻路線也都適合 但是他缺點呢 就是沒有大長兵的三級 也沒有三級的步兵鎧匠 步兵防守路線會稍微弱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地圖方面目前看起來的Viper 前面有兩塊黃金 黃金的位置算是偏靠淺的喔 而且這塊黃金是個大問題啊 這個黃金高地怎麼守呢 這個前面有高地啊 對方很爽啊 那如果可以往外圍一點的話 那應該是還好 但是往外圍的話 又要花太多的資源去做防守 可能也不太划算 那最簡單的方式 可能還是在這邊高地下採礦井地 然後補一個劍塔 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那哈瑟這邊呢 黃金在這裡 這個位置還不錯喔 這邊還可以直接圍起來 問題不大 這邊是個附近 這個兩個附近位置還蠻尷尬的 但是這個位置就還行啊 這裡還可以補個城鎮中心 整體來說黃金位置是ok的 那墓區的部分看起來也很好 Viper這邊墓區看起來就很糟糕了 就只有兩邊墓區可以用 這塊墓區基本上不太能罰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Viper這邊是點下了 織布技術 然後這把是沒有偷織布的 那哈特這邊則是有偷織布 這把他是有偷織布的 好那我們這邊看補了一個軍營 沒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都是走弱馬開局比較適合 那這場對決比較特殊的一點是 兩邊的駱駝都有特殊能力 尤其是這個伯伯人的駱駝呢 他會自動回血 瑪格里布駱駝 他的駱駝工兵跟駱駝都會自動回血 算是布小補 那駱駝工兵可以回血 所以這意味著什麼呢 這意味著駱駝工兵的生存能力更高 數量堆疊起來的機率也越高 所以伯伯人的這個駱駝回血能力 算是一個常常被忽視的一個能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Viper的駱駝 Viper的駱駝 就是帝王駱駝的升級 而且還有攻速加成 所以整體來說 兩邊打駱駝的話 應該還是帝王駱駝更有優勢一點 但是以駱駝工兵來看的話 伯伯人會更有優勢一些 所以我覺得哈特這把重點 就是要如何轉出駱駝工兵這件事情 那再配上自己的駱駝當作前排主力 可能會打起來更有優勢一點 駱駝對撞情況下正面突破能力 哈特是沒有辦法贏過Viper的 那Viper遇到駱駝工兵的情況下就會比較難打 除了用大量的帝王駱駝工兵壓過去之外 就只能靠自己的火槍兵去做反擊了 不是火槍兵 因為他也不能用馬弓去打 因為馬弓去打 對方駱駝工兵的話 只會被反制回去而已 所以還是需要靠一點自己的駱駝反手反擊 不然就是要轉後面的火炮打擊 或是攻城戰項去吸引一些火力 整體來說Viper在帝王後期的對局來說 是比較劣勢的 那哈特則是會在帝王後期有優勢 但Viper在城堡時代會更有優勢一些 所以哈特的這場遊戲目標 就是活到帝王後期 駱駝工兵成型才有機會 好 Viper這邊肉麻給壓力 現在轉工兵了 工兵來到了前線 前面兩邊都是小打小鬧 沒什麼太大的東西 Viper拿到了一存優勢 好 這邊太尻了 趕快圍一下 補了一個箭塔 好 這邊打破之後 沒有上 槍兵兩邊在互看 兩邊的軍力都很大 工兵稍微騷擾喔 這個箭塔能建起來 看到對方建箭塔 這個就是Viper想要的效果 你只要建了箭塔 就代表待會你上城堡時代 要補城的東西 會比較困難一點 好 這裡點掉了一個房子 衝了進來 Viper還能繼續衝嗎 看一下 我們繼續看下去 兩邊現在的兵力 有點尷尬 你看我我看你 不敢輕舉妄動 Viper點下了一攻 還有品種 看的就是一波要帶走HART 有機會嗎 HART這邊是選擇了 城堡時代的升級 沒有打算要跟你打強軍事 那HART這邊戰毛兵 要趕快點 毛兵點下去 一擊射也要找個機會升級 很緊張 現在Viper有一攻 還有品種 這個肉馬很可怕 風箭時代最可怕的單位 就是肉馬的品種一攻一防 在MIPER這邊應該也是要趕快上了 這裡可能沒機會打進去 HART家裡的兵力防守有點多 好點下了一擊射 好打破木牆走出去 溜了溜了 以正面硬打 HART這邊 金龜上去 喔這邊 突然又在騷擾 打破洞之後直接騷擾木區 Viper這波並不是要溜 而是要去騷擾後面木區 但是工兵直接被毛兵給射穿 城堡時代還有40秒 好 HART現在肉馬也出發了 哇有洞 Viper 突兀了 這個洞讓Viper炸裂了 怎麼辦 剛剛還是優勢進攻 現在是大裂 裂開了 怎麼辦 聰明難受 箭塔補起來 趕快射 聰明躲進去 哇有一隻沒躲進去 槍斃趕快過來 這波Viper前線的肉馬 拉回家趕快防守 這些村民很難受 又被砍了幾刀 本來想說Viper應該是要為死爽農了 為什麼Viper這邊會為死 最主要是因為自己打不進去 然後對方又可以順利升到城堡時代 連世界冠軍 都會害怕 這個如果夾不住 會被一波帶走 所以一定要先 圍死一下 這個洞依舊沒有圍死了 但是有箭塔 稍微擋在這裏了 好 肉馬再回來 這裡想出去 有機會嗎 這個洞有補嗎 好像有補了 肉馬繼續打 上高地 好 哈特轉出了駱駝 好 那MIPER這邊也可以轉駱駝反之 就是MIPER的村民術損失的有點多啊 MIPER已經損失到了3村 像41打40村 MIPER村民術可能還會再落後一些些 但是還好 哈特這邊有這個TC idol TC的城鎮中心的閒置 來到了1分鐘 所以村民術不會領先太多 哇這個洞 又被溜進來一次 好駱駝趕快按 沒問題 這時候你按駱駝 是可以打得贏伯伯仁的 攻速加成駱駝 後面還有一個箭矢 再幫忙輸出 哇這個洞 真的沒補起來 欸又溜了出去 漏洞蒂骨啊 好現在七隻肉馬 帶前線繞啊繞 想要抓村民但是駱駝過來 直接用肉馬手撕殘血駱駝 不想讓對方回家補血 好生女按出來了 好MIPER現在補了修道院 也要按一些生女去補血 點一下輕騎兵跟耕種技術 這裡開始奶了 把這個駱駝的血量奶回來 就可以稍微出去撿生物 但是MIPER有點輕騎兵 這個生物可能也不是那麼的好解 目前視野看起來哈特的視野是直接進攻 並沒有去探圖的 那MIPER這邊也是喔 就稍微去進攻對方家裡 然後看一下他的地形 大部分還沒有開始去探明地圖 地形的樣貌喔 那MIPER這邊要開城市中心的話 可能只能考慮往後開了 這個地方開TC會比較適合 這個木牆低調偷敲成的東西在這裡 直接往外開嗎 往外開的話是有點大膽了 那個大膽的開TC 那怎麼不開這呢 開這跟開這差不多 但是開這裡的優點 是木區可以吃的更厚實 開這的話優點可以省100木頭 去補這個採放地 MIPER這邊是繼續按裸陀 阿神這邊也是 兩邊都是一個駱駝防守 好生女招翔 收掉 兩邊駱駝對打 MIPER應該會贏 數量多 還有攻速加成 好 墊下了一擊的馬凱 還有前程技術 現在駱駝也可以抗刀響了 好現在駱駝 HART果然不太敢打 唉唷 直接把兩個城鎮中心補在了前線 HART有點大膽喔 好現在HART也補下了城鎮中心 上下都補了一個 好手推車補下 現在 目前 MIPER要打贏對方 不太可能 現在HART想打贏 MIPER也不可能 兩邊可能會進入一個開農的局勢 那這邊城堡要趕快挖出來 補在中間這個位置 鎖住這些附金之外 也可以給對方的附金給壓力 HART這塊金果然是個問題 好駱駝一直在家裡防守 唉唷 但這邊偷到了一個聖物 這邊MIPER也想要撿聖物 想要瘋狂把這個聖物撿回家 這一波會打起來嗎 聖女招翔 看一下 這波對打22對19 但是後面有兩隻聖女在招翔 MIPER的聖女在後面還沒有成功招翔 還在牽線 這個線還沒有斷 但是HART有點害怕 一直往後撤 把自己的毛布丁全部送光 二級攻向他點下 但是駱駝的攻速加成實在太可怕 駱駝直接撵了過去 MIPER的駱駝數量現在是對手的一倍 但是完全不怕對方成正中心的傷害 這邊直接衝了進來 二級拿開也沒有 我就直接硬撕手撕那個成正中心 但是MIPER這一波可能會有點損失殘重 駱駝一直一直的慢慢倒地 成正中心的傷害還是有的 哇這個扛了有點多 結果駱駝在後面直接砍死人 後面這隻聖女 吐了 後面臭溜了一隻駱駝啊 好這一波交戰之後 MIPER是有一點小小受傷了 但是HART也是有點受傷 但是還好可以看到 HART這邊其實一隻聖女 都沒有被擊殺 損失的就只有部隊而已 好那沒意外的話 MIPER應該直接爆大量駱駝 應該就能打贏了 那不過這邊則是要打贏的話 可能要轉出重裝長槍兵 去做反刺動作 但是波波人一樣 沒有大槍兵的三級 但是至少三級的步兵鎧甲 所以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把這個槍兵做到一點事情 因為露土工兵實在是太吃黃金了 那如果黃金全部投資在工兵身上 那步兵部分 直接轉做裝長槍兵也是個辦法 好 新騎兵上去砍掉聖女一隻 第二隻來不及砍掉 欸還是收掉了 好MIPER這一波打擊 對方有高低優勢 直接拉開 MIPER想要來蓋城堡 趁過來蓋 但是上面的駱駝打到有點駝破血流 這兩邊的部分應該是MIPER會贏 但是後面有聖女在補血 好這一波果然是MIPER贏了 好這裡本來想來蓋寶 但是HART先行蓋了一根城堡 好取消 就看有高低優勢 你還要硬蓋嗎 喔看到城堡了 怎麼辦 已經90% 走私來不及 HART現在這一波反制打得很好 城堡射倒兩頭駱駝 第三台駱駝也要倒地了嗎 OK活了下來 現在駱駝的血量有點慘喔 已經接近快了一半血量 要不要給個巢妖治療呢 OK 印度是有巢妖治療的 趕快補個城堡 補個草駝治療高速補血 好補在了這個附近的位置 哇這塊金HART終究是沒有辦法手下 好點下駱駝弓兵 這裡只能出駱駝弓兵進行反制喔 活潑人進駐了城堡裡面 但是沒有點下草駝治療 駱駝慢慢的補血 BIPER這邊駱駝 也點下地勇時代 喔草駝治療點下了 這個血量真的太慘了 不補一下有點可惜 但是HART這裡呢 用是在補下 草駝治療也要補一下嗎 要兩百塊錢喔 駱駝在裡面搓麻將 你搓我也搓 這裡把殘血駱駝放進去 然後血多的拉出來繼續打架 可以看到駱駝血量提升得很快 好治療在裏面補血 這個很細節啊 這個就是高手們的細節操作 好 待會伯伯仁 地勇時代點好 三級色化學 一定要優先補 但是這裡沒有繼續補槍兵的話 或是轉型洞裝場槍兵 待會一定會缺黃金喔 畢竟自己的附金也被MIPER給挖走了 這一波MIPER 繼續暴若駝 應該就可以十拿九穩了 好 結果右邊這裡 挖金晃村民直接被抓掉了五村 第六村也要倒地 這一波被溜進來有點小傷 好 MIPER的駱駝終於三三來遲 家裡已經被抓了很多村民 一百二十村打九十五 MIPER落後二十五村 他的這邊村民術優勢非常巨大 好 但是MIPER這邊帝王駱駝 還要升級兩個階段 要先升級縱裝駱駝 才有帝王駱駝可以用 縱裝駱駝第一世界一定要點 但是有點缺肉 要325肉 可以點了 快快快點下縱裝駱駝 OK點下了 左邊這邊 哈特過來碰一下野金 既然附金沒了 那我們就往野金發展 好 MIPER現在的情況是 駱駝繼續出 就沒問題 哈特的是要把駱駝公兵先點好 化學三級射 那駱駝公兵這邊的重點 還要再去補一個射箭場 去點拇指環 拇指環已經點了 哇 哈特這邊補得很快 駱駝公兵的技術 點很快 MIPER這邊三級馬卡 重裝駱駝也點了 兩邊打的是很濃啊 好 駱駝公兵這邊一個偷家 偷到了MIPER的一些村民 但是駱駝公兵直接被尻到 頭破洗流 哇 砍個兩刀就半血了 駱駝公兵 在沒有前排情況下 是沒有輸出空間的 所以 伯伯人 一定還是要再轉一些前排 轉個駱駝啊 或是槍斃 都是適合的 結果這裏 直接駱駝 直接吃掉了好幾隻 好 伯伯人現在經濟有點 極限 完善駱駝公兵 就是已經 請全國之力 再產這個駱駝公兵了 好 MIPER這個巨型投射機 誒 要被看到了嗎 好像沒有看到 OK 哈特這裡 點下了 瑪格里布洛駝 駱駝 但是MIPER點下了第一王駱駝 兩邊 都要來升級自己的關鍵科技了 好 請去保裡點下 駱駝公兵的生產濕度 就會提升得非常可怕 精銳駱駝公兵也點好了 8加4的傷害 12點 有威力 好 重點來了 駱駝加駱駝公兵 誰輸誰贏 我們來看一下MIPER這邊的視角 MIPER這邊的視角 駱駝往前壓 巨型投射機 架了過來 想要直上 MIPER的駱駝公兵 呃 帝王駱駝 沒有打算後撤 駱駝公兵開始在拉打 26隻的數量 射掉了幾隻 看一下血量變化 哇這一波MIPER 直接衝了進去 不管了 A就完事 我們帝王駱駝 攻速超快 正面直接拳器 動裝駱駝 然後把這個駱駝公兵收到城堡裡面 但是MIPER完全無懼城堡的傷害 帝王駱駝還在夠 繼續衝啊 帝王駱駝 160滴血的血量值 直接砍爆了大量村民 還有駱駝 駱駝公兵也只剩下20幾隻 沒有強兵的擋著 哇 沒有前排 駱駝公兵還能輸出嗎 輸出的有點辛苦 但是還是努力抵抗當中 BIPER地龍駱駝 遠遠不絕的 趕到前線戰場 7台巨型投資機 直接拆掉城堡 BIPER後面駱駝全部送光 沒關係 後面又產了更多駱駝 42隻駱駝 又來到了前線 用錢砸死對手 這就是印度斯坦 該有的畫面 來了 波波人直接倒光 帝王駱駝 成型之前 就已經扛不住了 HART直接打出了GG 恭喜BIPER一波帶走HART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BIPER這背後是經濟輸給了HART 但是卻贏了比賽 只能說這場比賽 BIPER只要執行這個計畫就行了 帝王駱駝 A就完事 HART則是有需要過多的轉兵 壓力會比BIPER還要來得多 雖然駱駝有八折優惠 但是到了帝王時代 真的是沒有辦法 打得贏帝王駱駝 所以我覺得關鍵 可能還是要轉出重裝長槍兵 配上金瑞駱駝兵 可能還是重點了 因為這招 之前在其他執行手 有看到駱駝駝兵 配重裝長槍兵 打對方的印度斯坦的帝王駱駝兵 是打得贏的 其實是OK的 但這槍兵是真的要多才行 好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的影片 好嗎 我們下次見